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三 大家好像都很關注 某一兩隻股份 我就馬上和大家 談談科技股的情況 不過 在說之前 都要和大家提醒大家 今晚一定是 或者明天早上的時間 很關鍵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市場 好像不可以太大方向 特別是科技股 而且我今天都很強調 NVIDIA的業績 是對後市 一個極之關鍵的指標 美股 今年很強勢 有些概念 我還看過這些 但是因為NVIDIA 它本身的股價 最受惠當前的熱潮 因為它的GPU 你可以說是全球都搶購 所以它的業績 上一季的時間 是很強勁的 令大家對於它今季的看法 也是很樂觀 現在大家是坊間 甚至乎是 你也有共識 現在大家預估 第二季 營業收入 是增長六成四 每股營業 大概增長三百 三倍 大概升三倍 所以看看 它的數目是怎樣 因為很大程度 它的數目是怎樣 很好 或者是好 因為大家要明白 即使是扶預期 也好 尤其是大行都會有這些位置 又或者可能預計 下一季的時間 爭取戶門課晚 又或者今次的業績 雖然超預期也好 可能下一季 這次的業績 其實是很古怪的 古怪的意思是 你也很難猜 後市的情況 大家會怎樣演繹 所以有些人說 開玩笑都說 今次的 NVIDIA的業績 或者是他管理層的 展望的看法 那個重要性是 比Jackson Hole 鮑威爾的講話 更加震撼 所以大家 先留意一下 今晚或者明天早上的時間 留意一下 NVIDIA的業績 是開邊反 那 講回業績股的情況 今天大家 都會問快手 和百度 業績 究竟什麼情況 還有一種 就是同情 即是同情旅行 即是70 先講70 其實也不用怎麼說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的路上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這一類的旅遊相關股 或者娛樂消費股 其實是OK的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說 上一兩年的時間 他們都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大 所以今年 他們的業績 有一個很強勁的 轉圈 是完全合理的 甚至乎 你可以說 其實 某程度上 今年的業績 一定是很強勁的 但記住 這些是預期之內 因為這類企業 都可以說 一些報復式的消費 即是 當你以前 一兩年的時間 不可以去旅行 現在 開放回 一定會儲存 可以出去 所以 變成 這類公司 即是70 9961 一定會受到 但記住 一個情況 就是 今年會受到 下年行不行呢 即是下年 還有沒有機會這麼強勁呢 即是今年 剛剛提升到 有些叫做報復式的消費 即是報復式的消費 可能會很大 那麼 之後 可能有機會 會難卻一些 不過 很幸運 因為 我們現在開放很多 很多地方的 旅行團 那些 變相兩者都受惠了 即是 如果問我 這個 961 葵程 更加受惠 因為他有多些 國外的韓線 那麼 他更加受惠 但只不過 這個版法 這個概念 這些一堆 有費的話 就先掌握它 我覺得還有機會 可以再嘗試 跟概念 理念 其實跟196差不多 但196更加盛在一起 就是 你看到他的票行收入 真的有些大片 甚至乎 你也可以說 按道理 那個 organic golf 會比出行的更加好 所以 我對196 就更加有信心 雖然 他的價錢 都比較 好像十個半樓上的位置 座力比較大 但我又覺得不擔心 我覺得他破頂的機會 都是高的 所以 可以再考慮一下 握手 那 再說完那兩隻 大家關注那兩隻 那兩隻 就是這個 百度 和快手 其實大家 大家要比較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要比較 比較兩隻 為什麼會叫做 哪一隻 叫做好一點 那 有朋友問 中企網鼓哪一隻最好 快手 算不算 首選 我就想這樣說 其實不需要這樣比較 兩隻的業務 其實性質 是很不同 快手 還快手 百度 還百度 那 論業績 那個 驚喜度 的而 快手 是驚喜一點的 但是 快手本身 因為出了刑起 所以 你也可以說 他的業績好 是意料中事 那 只不過就是 插開一條數 插開一條數 究竟 是可以還是不行 其實兩者 我想說 兩間公司 其實業績 是否完全無限可擊 其實不是 我先說快手的情況 快手 業績這次是好的 第二季的業績是OK的 即是插開來看 第二季的大數是好的 但是 是否完全沒有隱憂 不是 因為 你再看看 每天的Active User 即是每天的用戶 其實你看到 增速 同比 都算是 好像百分之八 的增長 但是 如果 整個月比的話 其實增速 只剩下 0.幾% 即是 1%也不夠 這個其實是 看看Active User 那個數字 是把握 還是有一個 偶化性的情況 少人看 少人用 這個其實是 要關注的 萬一 這個趨勢下去的話 可能多一兩個月 時間 可能 那些Active User的數字 開始會跌 跌 我相信 大家的反應會很大 除此意外 其實你看到 每個月 那些換作的人數 那些營收 即是 例如營銷 那些 叫大力的 收入 其實都是有一個 貨猛的趨勢 如果同比的話 增長的情況 差不多兩成 但還比 只剩下幾個百分比 那些 記者有一樣 就是 這個科技股 其實最主要是 增長的情況 如果你放慢的話 是值得關注 尤其是公司 剛剛開始做到 規短營 那當然 其實你見 它的價值控制 做得好 價值控制 也做得不差 也對它的預算有 也存在的 不過 真的 在拓展業務方面 不要忘記 短營市民的見證都很大 即是 不論是直播帶貨 或者 這些 這類的情況 那你一騰訊都做得 類似這些 所以 其實 見證大之餘 有沒有機會 吸了客人離開 那些客人 都不出氣 所以 你說快手 沒錯 業績是 對板 但是 前景 我看法上有些挑戰 有五勇的 所以 我只可以說 你說去過價值 這些位置 再高一點 OK的 但是 它的股值真的貴 其實 說到最後 快手的問題是 它的股值貴 雖然 還要轉圈 但是 它的股值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 這也可以說 限制著 它的股價 上升的情況 因為現在這一刻 快手的市值已經有二千多億 不是少的 所以 你說它大概 七十一二元 機會有 但是再上就難 這樣 所以大家有課 就自己看 看好情況 先 快手的事情 快手 因為始終 抱歉 八道 其實它做的業務 一些search engine 大家知道 另外就是 這個叫做 無人駕駛 另外這個叫做 汽車系統 阿波羅系統 其實你看到 它的業績裡面 都提到 發展 發展 這些發展 是 on process 都是 不斷在做 那 OK的 真的 業務的 發展 是OK的 但 只不過 是否很厲害 就是 競爭問題 都不斷 少了 還有一個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 今天早上 明天早上 這個 NVIDIA 的業績表現 因為作為 同一個 範疇 AI的概念 那麼重的 股份 NVIDIA 的業績好 意味著 八道也不會太差 好 繼續 剛剛說到 八道的 無人駕駛系統 和 文心不言 即是AI 如果 你用回 現在的狀況去看 真的要看看 NVIDIA的業績如何 如果可以的話 明天 明天 會爆股價的機會 可能會爆上去 但是 又那句 沒有人知道 究竟怎樣 暫時 去衡量判斷 就是NVIDIA 究竟 業績 很壞 我覺得 當然 如果這出來的數 是軟超三倍 就是軟超 EPS 軟超三倍 一定是好 但是 要看看 所以 這一隻 就是百道 我只可以說 我看法 未必太差 但是 要說 一隻最好的 科技股 反而 現在 似乎最穩固 都是網言 其實 騰訊 首企業 真正貨務系 是差的 這次 這次的表現是頑固 倒退 在內地方面 遊戲 還未倒退 這次是 但是 如果你想整個行業 行業 其實 今年 第二季 那個行業 增長大概兩成 好像是 遊戲的收入 增長大概兩成 那麼 作為兩大龍頭 就是騰訊加網易 因為騰訊 不行 但是網易 應該可以 就是本土那邊 遊戲的表現 所以 我會覺得 如果要選擇網易 為何他的股價 你都知道 他的股價是 零零四四 跟很多科技股比的話 他真的強很多 這件事 我相信 是可以保持得到的 所以大家 如果要選擇 科技股的話 選擇網易 不過 還是那句 大家 都是等明天 業績 出來之後 看看究竟 什麼情況 假設MV 業績很強勁 不用問我 大家如果喜歡 科技股 網易 也好 百度也好 大家可以追貨 因為 有時候這段影片 只要是收視後才錄 有時候會遲了 但大前提 就是說 NVIDIA的業績 真的要令大家 有一個驚喜 大家追貨 就不怕 但如果不是 就不建議追著 可以再等一會 但是 但是 因為NVIDIA 今天時間太強勁了 那它會有多少呢 這個真的 不得不知 明天早上才算 所以大家 明天再看實 一些節目 我想很多分析 會說NVIDIA的業績 明天早上 我也會看實 看完之後 看看明天 如果可以的話 明天做節目 10點半那次 跟大家再分享 今天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